我记得有嘉宾这生蚝很好吃 带你去吃 吃完再打二九八的 上班了上班了 才来呀 有个女孩等你两个多少时了 在哪里啊 在10号桌嘛 你还不赶紧看上去 过去 啊 看上去 我过去看一下 难道是我的桃花开 哎 小达你怎么过来了 我难道你好久了 我也在等你 我都软了 你怎么不提前给我发信息呢 嗯 我给你发信息了呀 你都没回 电话也不接 我只能来这里找你啊 嗯 今天想打几块来 嗯 只要不是一块就好了 要不来个两块两块 好啊 可以啊 试一下 也是啊 先收费 上次二九八挺不错的耶 到账两元 啊收到了 那你先坐一下我去买球 可以 好 球摆好了 然后两块的话是我先开哈 哦没事 你先开吧 我能打就行 这我可不打包票 这比方是哪里呀 啊有劲那我继续打了他 球杆交接一次 这是什么路线 哇哦厉害哦 这运气球 最近打球不受控 他不会生气吧 这打法跟我学的吧 后来他还是自豪 哇哦好厉害 哎小动我打啊 我都不想读进去啊 啊我的母语是无语 这球还能这么打 但是我又变得打了 我怎么感觉有杀气 哎还是二九八的服务比较好 招牌还能保护呢 应该进不了 怎么还进啊 哎我也不想进的 那个黑发不许进了 行行吧行吧 啊 哼 这个一块有什么区别 还多看我一块钱 哎我也不想进的 这运气太好了 那有没有我能打的 九块要不试一下 九块服务很好 九块那试一下吧 再相信你 先收费 好 到账九元 收到了 那你先坐一下 我去摆球 好 啊球摆好了 九块的是你开啊 用这一根 你帮我开吧 啊 但是不许进球 那有点难 你试一下吧 好 哎呀 没劲到你了 好 用这一根 他终于到我了 啊 好 那帮您擦一下巧克力 啊 还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啊啊稍等一下还有 哎呦 哈哈 往后您的安全 这么优秀啊 哇 啊啊您继续哦好的 好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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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哈 哈哈 也快服不错啊 我也玩到挺开心 掌声 哦 太棒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掌聲 我打的怎樣 掌聲 我打的怎樣 男生真是轉不動 哈哈怎樣我打的怎樣 哦 怎樣 很好很好 九塊服務怎麼樣 我覺得還行 但是沒有二九八的好 二九八好一點 是啊 哎呀不少了肚子還沒吃飯 啊要不我去煮個命 我記得有家冰鎮生蠔很好吃 冰鎮生蠔 走帶你去吃 吃完再打二九八的 兄弟們第一次聽說這個冰鎮生蠔啊 沒吃過 很好吃的 是吧 嗯走帶你去吃 今天不練球明天單跑步啊 這個可是好寶貝 你是我的了 哎你好 這是我的球肝 不好意思啊 哦我看這個球肝手感挺好的 可以借我打一下 嗯可以啊 那你拿去用吧 謝謝 你一個人用這麼多球肝嗎 我是這裡的陪子 那你可以陪我打一會兒 可以可以 這邊請啊 您先坐一下 我們這邊是一到十元一局 二局算了 那我打個兩塊錢的 嗯也行 我們是先收費後開打的 您掃一下 稻帳兩元注入效應 好收到了 那您先坐一下我去買球 嗯 你好球擺好了 兩塊的話是我先拆 好 慢慢拆 嗯 啊 有球件那我繼續了哈 好的 你一瞧這盤 我的良心不會痛 好厲害哦 哥哥 這意氣啊 你還挺可愛 這真是開眼睛啊 我敵人做賣打通了 他不會生氣吧 運氣 人家只覺得很好 哎呀 我也好想使倆刀 這球貼褲不好打 只能試試了 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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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不到 過了隨便打吧 你好 兩塊服務結束了 啊 我還沒有上桌打啊 哦 你要上桌打是吧 對啊 上桌的話 點個九塊的 九塊你又能打 九塊可能上桌 啊 對 啊 先收費哈 到賬九元 好收到了 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擺球 你好 啊 球擺好了 九塊的是你開 啊 我開 用這個 你開可以嗎 我總是開不散 啊 也行 那我開 你記得不要盯手 適合我什麼叫 哎呀 沒勁 那你打了 用這一個球桿 服務不錯嘛 幫你擦一下巧克力粉 這錢沒白花 擦的好仔細啊 九塊的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服務啊 來保護好 保護好 保護好 啊他是來保護您的啊 好來啊 您繼續擊打 有點意思 好還有節目看啊 遠近 遠近 您繼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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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來 保護和服務兩部 好 好 您繼續 動作 七番做的都來了嗎 您繼續啊 手腳麻利 才能流出客戶 谢谢 张胜 笑死我继承花呗吗 张胜 开心万富 小帮哈啤酒 我觉得这酒进的不挺好的 也没有二酒 不知不觉张胜辉抬球教学这个账号 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五个年头 这五年下来 我们量载抬球学院 要过的学员数都快数不起了 接下来老张通过几个方面 帮大家快速理听 量载抬球学院私教课的教学思路 这里会有大家最常问到的几个疑惑的问题 我们一共有几套私教课 第一套私教课 初级基础班 针对零基础新手小白的保姆士私教课 基础知识 发力部位肌肉断裂 以及准度提升的系统训练课程 第二套私教课 进阶强化班 这是针对原来就有一定抬球基础的 手感来了 什么球都能打得进 手感没了 带口球都有可能失误的同学 首先我会先帮助优化你发力部位的效率 做到干法自然且轻松 强化机球节奏的稳定性 使每次机球都有韵律感 升级对母球的控球能力 能够提前预备力量和旋转量 强化训练母球的体积 增强对目标球方向的感知能力 零基础学完之后 能否像我一样经常一干清台 当然可以 因为一干清台属于综合能力 我们只需要完成以上所有课程 并通过我要求的每一个考核 就会具备良好的机球知识 稳定的机球节奏 打准的能力 力量控制的能力 母球线路规划的能力 再通过日常多看清台思路 这一套系统训练下来 一定能让你对台球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而且一干清台 只是我对学员最基本的要求 我为什么一定要报私教课 我看你视频自学可以吗 如果你只是想停留着小白的技术 那完全可以自学 但自学最大的问题是 由于没有老师监督你 你会积累出很多错误性的习惯动作 当你哪天想突破技术时 就一定会遇到瓶颈 此时再请教练 就得花更多的时间成本来纠正错误 所以从一开始就学习专业系统的课程 有助于技术的快速提升 线上教学真的能学会吗 线上教学能学会的关键点 在于及时修正错误动作 我每次只会给你发一课的知识点 你只需要专注耐心的练习 到我要求的时间 并在训练结束后 拍摄一段视频 作为本课的作业发给我 我当天就会马上告诉你 最需要改正的地方在哪里 直到完全达到本课的标准后 再继续下一课的学习 好了 以上就是快速梳理一下 私教课的所有信息 如果有需要详细了解的 你跟我讲 量在下课 那我们回іала 时间渐渐 我们回应 我们回应